嗨,こんばんは!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的是副詞的部分 那今天有一个特别的重点 就是这些副詞呢 他们的念法、发音都非常的相似 就是以利来结尾 利来结尾 那今天所挑这些呢 都是因为他们的出现率会比较高的 就是经常会在考试啊 读解、听解、文章都会经常会看到的 那另外一个呢 就是我曾经也有这样的困扰 就是读音相似 所以经常把他们的意识给搞混的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 那如果你也有的话呢 可以参考一下今天的影片 那今天呢 我挑了五个以利结尾的副詞呢 来一一跟大家分析 然后呢大家会更理解怎么去用啦 好的 第一个呢 就是 它跟 是一样的意思的 所以呢我把这两个文法 那联合起来一起说明 那 是正确的、清楚的、明白的 这样子的一个意思 就是非常的清楚 比如说我们讲 原因は はっきりとしている 原因ははっきりとしている 原因ははっきりとしている 就是原因非常的清楚 这样子的意思 原因非常的清楚 原因ははっきりとしている 这样子 所以他就用了这个はっきり 副詞加一个と 然后する している 这样子 就原因非常的清楚 另外一种意思呢 就是我们讲 断言的 断言的 就是 非常干脆的这样子说 我干脆的这样子说 断言的这样子说 比如说我们讲 きっぱり い切る い切る是什么意思呢 い切る就是 一口咬定的意思 い切る 一口咬定 然后呢再加一个きっぱり 就是 我断言的 干脆的一口咬定 非常的坚定的 非常坚定的这样子说 这样子的意思 所以他就会有这种断言的意思 きっぱりい切る 或者是 きっぱりきょうひし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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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きょうひ是什麼呢 きょうひ就是 拒绝的意思 所以呢 拒绝你要讲 干脆拒绝 非常的干脆拒绝 非常的断言拒绝 这样子 所以呢 きっぱりきょうひした きっぱりきょうひした 那きっぱり呢 刚刚我有所说 他也是有 はっきり的用法 就是 讲清楚 讲明白 はなしをきっぱりする ひつよがある はなしをきっぱりする ひつよがある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用法 就是呢 有必要把話 讲清楚 有必要把話 说明清楚 的意思 所以呢 他就用了 きっぱりする ひつよがある ひつよがある 就是需要 有那個需求 就是你有必要把話 說清楚 这样子的意思 はなしをきっぱりする ひつよがある はなしをきっぱりする ひつよがある 接下来第二个呢 さっぱ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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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很多種不同的意思 首先 我們先來看第一个 第一个呢 就是指 我們講打扮上 服裝上 很整洁的 很利落的 就可以用さっぱり 比如說 さっぱりとしたみなりででかけた さっぱりとしたみなりででかけた みなり是什麼意思呢 みなり 就是服装 服飾 这样子的意思 打扮 所以呢 他這邊用了這個 さっぱりとしたみなり 就是指 打扮的整整節節 非常利落 所以 で 就是指 他打扮的整整節節 非常利落的 怎麼樣 でかけた 就出門去了 所以呢 さっぱりとしたみなりででかけた 這樣子的意思 所以這個呢 是 整節利落 可以用在服裝上面的 打扮上面的 接下来 第二个意思呢 就是指 人的性格上面 さっぱり 就是指 坦率的 坦率直爽 的這樣子 一個人的一個性格上的比例 比如說我們講 さっぱりしないひとだ さっぱりしないひとだ 就是他這個人很不坦率的 很不直爽的 就憋憋扭扭這樣子 所以呢 我們就講這個人 さっぱりしない さっぱりしない 那另外一種用法呢 就是指 心情上面的 心情上面的 痛快 我們講 痛快 比如說 言いたいことを言ってしまって 胸がさっぱりした 言いたいことを言ってしまって 胸がさっぱりした 所以這個就是 心情的意思 就是 想說的話 言いたいことを 想說的話 言ってしまって 就是 把它講出來了 講完了 就是 把心裡想說的話 說出來了 言いたいことを言ってしまって 胸がさっぱりした 就是 心感到痛快 就是 不會什麼都收在心裡面 我想說的話 都說完了 那我瞬間呢 感到很痛快 這樣子 所以那一個就是 さっぱり 言いたいことを言ってしまって 胸がさっぱりした 這個呢 就指 気持ち 心情上面的痛快感 那最後一個呢 就是另外一個 さっぱり的意思呢 就指 糟糕 糟糕 或者是講不好 我們都會用 さっぱり 不好 糟糕 比如說我們講 成績 糟糕 成績 糟糕 很不好 成績 就是指成績 所以它這邊就代表了 糟糕 不好的意思 成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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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しっかりと歩け 歩け就是命令形式 好好的走 踏实的走 请你踏实的走 好好的走 しっかりと歩け しっかりと歩け 所以他这个しっかり 会比较容易明白 因为经常我们讲打气的时候 しっかりしよ 你会比较容易有回忆 有记忆点在那边 就是坚强啊 用力的好好的 稳稳的这样子 扎实的这样子 接下来呢就是 ぼんやり 那ぼんやり的意思呢 大家会比较懂的 或者是除了副詞 ぼんやり另外一种意思就是 無所事事 在家没事情做 就是ぼんやりする 在家里很闷了 ぼんやりする 那这个呢 如果我们把它当作是 副詞来用的话 ぼんやり就是指糊涂的意思 不清楚 模糊 我们都会用ぼんやり 比如说我们讲 彼は睡眠薬で頭がぼんやりしてい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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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第二个呢 就是指一个人呢 他心不在焉 恍神 就在做夢啊 做白日夢啊 然後呢 就是心不在焉 不注意的 那一個也可以用 ぼんやり 比如說我們講 ぼんやりしていて すまなかった 所以他這邊就用到的 不注意啊 我在恍神 不好意思 對不起我在恍神 對不起我心不在焉 這樣子 ぼんやりしていて すまなかった すまなかった 也是すみません的 另外一種說法啦 所以ぼんやりしていて すまなかった 這樣子啦 好的 接下來呢 就到我們最後一個啦 就是 すっか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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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すっかり呢 只有一種意思 也比較好記的 就是 完全都 或是講 全部都已經 這樣子 比如說我們講 すっかり忘れた すっかり忘れた 就是 全部都忘記了 全部都已經忘記了 或者說 すっかり 食べてしまった すっかり 食べてしまった 就是 把全部 給吃完了 全部 已經吃完了 すっかり 食べてしまった しまった 就代表 全部都做完了 完了 吃完了 這樣子的意思 那或者你也可以說 すっかり変わる すっかり変わる 変わる 就是改變嘛 所以他這邊すっかり呢 可以講是 徹底的改變 就是完全改變的意思 全部完全改變 徹徹底底的改變 叫做 すっかり変わる 好的 以上呢 就是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五種 圖音非常相似的 副詞 所以呢 如果大家也是有面臨到 就是很難記得 他們意思的這種困擾呢 不妨可以從 就是剛剛我給的例子呢 把它做一個 比較深刻的記號 這樣子 當你想到這個 すっかり的話 你會想到 好像是すっかり忘れた 就完全的忘記 這樣你就可以把它寫下來 做一個記號 然後增加 你的這個印象的深刻 這樣子了 好的那今天呢 那我們這一個教學影片 已經到此結束了 如果你喜歡今天 如果你喜歡今天 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影片 內容的話呢 不要忘記給我一個大大的讚 然後分享出去 給你所有的朋友 那我們就下個影片再見吧 おつけさまでした Bye Bye 因為太長了嘛 Towaもわなかった 所以他就把它 省略掉變成 Towa Towa